大家好,菠菜是冬天的应季蔬菜。 很多人都喜欢吃。 但是在炒的时候,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, 不然炒出来的口感不好,全家人都不爱吃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菠菜的小技巧。 你要是学会了,保证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 炒出来的菠菜鲜嫩入味不出水,颜色碧绿不发黄。 首先我们去菜市场,买一把不要钱的菠菜, 用剪刀把菠菜的根部给它剪掉不要。 再像视频中这样,把一颗菠菜分成三份就可以了。 处理好之后,直接放入白色的大碗中。 加入一小勺盐和一勺小苏打,再倒入适量的温水。 因为冬天太冷了,用温水把菠菜给它浸泡几分钟。 这样在洗菜的时候就不动手了。 水里面加了小苏打,它的去污能力很强, 同时还可以分解掉菠菜表面的农药残留。 还可以让炒出来的菠菜颜色碧绿不发黄, 洗出来的菠菜更加的干净,吃起来更放心。 菠菜放到流动的清水下面洗两到三次, 洗到水变清澈就可以了。 然后把菠菜放到菜板上,从中间对半切开。 把菠菜叶子和菠菜梗分开放入盘中备用。 准备一个胡萝卜。 去皮之后,先用刀切成厚厚的薄片, 再给它切成粗粗的细丝。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几个大蒜,给它剁成蒜末, 剁好和胡萝卜放在一起备用。 空碗中打入两颗本科毕业的鸡蛋。 加入几滴白醋,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。 用我陪价的筷子搅匀备用。 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,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。 炒鸡蛋的时候,咱们一定要用大火, 这样鸡蛋可以快速地膨胀起来。 吃起来会更香。 把鸡蛋炒熟炒成小块,盛出来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胡萝卜丝,大火炒30秒。 再放入蒜末,炒出蒜香味。 接着把菠菜梗先放进来,因为它不容易熟。 翻炒个5678下。 再把菠菜的叶子放进来,大火翻炒。 炒的时候先不要放盐, 不然菠菜很容易就出水了。 这也是菠菜不出水的关键。 菠菜炒得差不多的时候,把鸡蛋倒进来。 加盐和鸡精调味,口味比较重的话, 可以再放点生抽和蚝油。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 出锅前可以从锅边淋上少许的香油,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 亲爱的家人们,视频都看到最后了。 制作视频不易。 一个红星对你来说,只是举手之劳。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。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, 在上幼儿园,压力实在太大了。 拜托大家了, 这样一道鲜香又入味的菠菜炒蛋就做好了。 颜色碧绿不发黄,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, 有食欲。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, 就收藏起来, 在家试试吧。 那件事不iat红星光银杓不拿下来, 就乱得了静就达了火了。 明知 familiar,